被气到表情失控的明星 海青的一句 从独棒大跑 白衣旁的周冬女气的养牙切齿 可她也只能打碎牙网肚子里面 某届白玉兰颁奖典礼上 孙丽凭借报剧《甄嬛传》提名《最佳女主》 可就在大家都以为这个奖项 非孙丽莫属的时候 这个奖项却颁给了名不见经传的宋家 当镜头给到台下的封印 她连装都不想遭 被气到脸色铁青狠狠盯着台上 实力派演员原权拿下百花奖一同 当她上台领奖发表获奖代言时 镜头扫到台下的张小斐和贾琳 陪跑的张小斐还是一脸笑脸 一旁的贾琳却一脸冷漠 还用胳膊撞了一下张小斐 不知道是想表达些什么 黄晓明拿下最佳男演员奖 周围的人都起身鼓掌仪式助理 镜头扫到同辈提名的段印和 她表情冷漠 脸上的失落也是藏都藏不住 金马奖颁奖典礼上 因为某些人的不断联络 台下的大陆电影人集体非礼 能让一众大咖失去表情观 这场面也是颁奖典礼上唯一的一套 刘亦菲江一燕一起接受采访 江一燕却一直在内涵 刘亦菲上课期间一直旷渴 神仙姐姐被气得深吸一口气质翻白 好脾气的神仙姐姐都被气成这样 换个暴脾气的人之不还直接太迷 杨幂参加微博之夜当晚 不仅和主持人撞山 之后丝巾还挂在头上扯下来 杨幂一脸的不耐烦气到表情失控 冯小刚没想到自己只是伸出一只手 就被徐帆一把撞开 下一秒他脸上的笑容变化不住 刘嘉玲穿的不是透视状 而是人到中年担心被新一代比下去的不满 这礼服真的是很大胆 连后面的马思纯都忍不住想多看两眼 海青上台演讲特意把周冬雨留在台上 下一秒就表示自己从不棒大了 一旁的周冬雨脸色瞬间就变了 似乎是觉得自己有被内涵到 刘晓庆作为颁奖嘉宾上台颁奖 可西美娟上台后他却一顿推开西美娟 自己霸占C位 然后像是要给自己加息 把奖杯高高举起像是要赏赐对方 那点小心思都摆在明面上 开心麻花一起走龙台 还没走到广告车前 沈腾就跑过去一顿抱住龙台 这一番迷惑行为 沈腾自己都被尴尬到 张子怡的野心那是从不藏着掩着 八杀晚辉的大合影的关节 因为没有抢到C位 他直接表演脱衣路肩抢劲 出席宝格力活动 其他人都是选择简单的纯色的女人 方便展示珠宝 张子怡却选择一件很是夸张的碎花拳 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 张能每次出席活动是一点也不想出事 即便是小尺码的礼物 也要把自己强塞进去 被勒出坠肉就算了吧 肋骨还被勒骨折进了医院 已经48岁的coco里 走红坦为了不被比下去 直接身穿一袭雨往透视的女人 身材火辣凹凸有致 应该可以成为全场最吸睛的存在 张信玉能自费20万走上嘎纳红坦 却买不来他们的尊重 刚开始站定拍照 就被工作人员当作小角色去赶 而杨幂即便是带着作品登上嘎纳红坦 依旧是同样的待遇 当她想要拍照的时候 却被工作人员告诫离开 本以为李玉刚在国际上会有点地位 没想到也是没走两步就被保安去赶 景田更是被当作小网红对待 红坦上的她一脸迷茫 难怪刚上场就遭到黑人小哥的强行驱逐 武力那扎更可怜 本来打扮了美美的想在红坦上漏个人 结果全程被挤在人流 好在气质出众不然还真找不到她 还有一些女性真的是射牛附体 张雨起从走上红坦就不停送出飞闻 不停和观众招手打招 看得旁边的工作人员都是一脸乌乌 身穿粉色杀裙的补爱领 更是像枝花蝴蝶一样在红坦上翩翩起舞 结果就遭到了工作人员的制止 尴尬的她也只能落空而逃 王立坤走上红坦就开始蛇行走位 这边拍完去那边绝不多做停留 结果还是被工作人员发现 就是李冰冰也在红坦上被去赶了六次 看她都快压制不住自己的怒骨 不过也有在嘎那红坦很受欢迎的明星 朱一龙走上红坦不仅没有被去赶 甚至在她想走时还被工作人员拉回拍照 巩力走上红坦主办方不仅为她清场四分钟 甚至还要她担任评委 果然有实力有作品才能受到欢迎